因為那個我們都知道選舉完之後 大概三個月之內要把這個帳給減清嘛 然後要上傳在那個監察院那邊 但是呢就是後續是可以改 但是我沒有看到上面寫說 譬如說他七月份有改過 代表說他們就是有半年的時間做這個帳 重新更正 那更正之後呢 現在柯文哲就自己也說說 他們還有兩千萬的爛帳嘛 我想說那你都跟這個什麼東西 你給你半年的時間你帳都做不好 那是不是要出來跟大家道歉一下 對啦 因為柯文哲目前喔 他想要講的就是說想要兩支架嘛 但是全台灣都很清楚啦 到底有多少支持柯文哲的屁股 有沒有需要到這樣九百萬的衛生紙 我想這個大家會有很多的東西 但是我是認為柯文哲財政紀律的問題 包含兩百多萬的咖啡 包含這個幾百萬的衣服 包含這個快要九百多萬的這個面子啊 還有這個不小心被大家發現的 九十幾萬的便當費